大家好,我是美信的工程师陆宇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反馈电阻对电源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电阻分压器是我们在电源电路反馈缓路中最常见的电路网络 但是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提供与输出有关的电压 用来与芯片FV引脚内部的基准电压相比较的电路 但实际上它对电源系统的稳定性也有影响 因此我们在计算好分压笔的同时 也应该仔细考虑它对电源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分压电阻的组织 来优化电源系统的稳定性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高级冲突的电源芯片 例如我们的喜马拉雅系列电源芯片 集成了内置的补偿电路 为客户节省了固板空间和开发时间 但也限制了客户对补偿电路的调节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反馈电阻 来优化电源的稳定性 现在我们用MAX17503为实力 为大家演示一个电源电路开发过程中的小故事 MAX17503是一款高效高压同步整流降压型转换器 内置双MOSFET 工作在4.5V到60V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 最大输出电流为2.5A 因为其内置补偿电路和双MOSFET 可以为客户节省开发时间和布板空间 因此很多客户正在使用我们这款芯片 其中一个客户正在调试我们MAX17503的过程中 他进行了负载响应测试 输出电流从1.5A突变到2.5A 他测量到的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为332毫浮 之后客户想要降低峰峰值到200毫浮左右 于是将输出电容的3个22V法的电容增加成10个22V法的电容 客户发现输出电压响应峰峰值果然降到了209毫浮 于是心满意足的结束了测试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用eSIM仿真软件观察波测图 会发现在降低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的同时 穿越频率从55kHz降到了6.5kHz 不再是1.10的开关频率 相位欲度也有所降低 为之后可能出现的稳定性问题引入了隐患 因此为了移动穿越频率到1.10的开关频率 我们可以改变分压电子的组织将它们改为5k和22.5kΩ 再次仿真与之前的波测图做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穿越频率从之前的6.5kHz向高频方向移动到了41kHz 相位欲度也有所增加 此时检测动态响应波形 我们发现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被降到了38毫浮 响应时间也得到了改善 仿真结束后 我们在MAX17503 EVK的A版本3.3V输出的开发板上 利用同样的方法增加输出电容来降低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 调整返回电阻来优化稳定性 在1A到2A负载节约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 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 从数据手册中给出的200毫浮降低到了40.8毫浮 在测量输出波形的过程中 由于输出电压的响应峰峰值本来就是毫浮级别 因此需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测试方法 才可以观察到波形 测试方法请参考我们第一期的视频 以上便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美信的电源 以及电源电路开发和测试的知识 欢迎访问美信主页咨询或联系美信的技术知识团队 谢谢观看 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